小朋友们,我是警长哥德 上一期,我们的小巴哥德 带小朋友们认识了数字1 真是太笨了 连1的屏幕回去了 1表示很伤心 今天,那就由我 聪明的警长哥德 来给大家讲解吧 今天,我们来要讲解什么呢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吗 对的,我们的数字7 7的英文 来,一起跟我大声的念一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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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小朋友们,你们肯定也猜到了 对的 哇哦,我居然弄坏了 快快快快,安上 不能让别的小朋友们来耻笑我们 哇哦,看我还是很厉害的 是吗 来,让我们也看看这个 数字7的拼图能变成什么呢 嗯,不能像上一次那么忙 哇,又坏了 啊,没关系 我们再来 哇哦,这样就很好嘛 这个是什么呢 嗯,看起来好像有一点难度 里面好像有个炮弹 嗯,怎么把它取出来呢 哇,这个问题一看来也不是很轻松嘛 嗯,没关系 嗯,我可是个聪明的哥德呢 嗯,这个是怎么东西呢 这个,不对 这个,也不对 是个炮弹车,也不像呀 小朋友们 你们能猜出来 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嗯,我是猜不出来 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一学 这是什么 嗯,小朋友们 你可以拿这句话 去问任何你觉得比较聪明的人 这是什么 来,一起大声念一遍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What,什么 This,这个 What is this 这是,哦哦 又坏了 没关系 悄悄地按回去 就没有人知道了 来,再一起大声地念一遍 这是什么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 What is this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知道的小朋友们 一定,哦哦哦 唉,看来 我不是很适合变形嘛 没关系 小朋友们 我知道 你们一定知道方法 是不是 那,知道的小朋友们 就一定要下方留言告诉我哟 告诉我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应该怎么来变形它呢 嗯 好期待你们给我的门的回复哟 好啦 今天 那我们就到这里咯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记得点击关注我们哟 再见